院长郑文灿被裁定积压了 你有什么看法院长 前桃源市长郑文灿三进桃源地院召开积压停 一路停讯超过四小时 终于在11号下午5点57分 法官裁定郑文灿收押觐见 不只卓奎不多谈 总统赖清德同样没有回应 我们的院检 我们的司法机关里面 针对郑文灿这个案 有内鬼 国民党桃源市议员林涛就痛批 郑文灿被羁压是迟到七年的正义 不信真理换不回 所以我也呼吁民进党的朋友 不要再阻碍我成立这个专案小组 如果你不是心中有鬼 还是你们家族有涉入的话 你们相信郑文灿的清白 那专案小组也会无枉无众 依照事实来做查办 先前两度交报的郑文灿 曾发声明强调 自己从政以来 公而忘私不贪不取 但如今郑文灿被依贪污治罪条例 收押觐见 民进党联政会主委邱军燕也宣布 依照决议 郑文灿从7月12号起停权三年 维持一审有罪就除名 后续联政会也会开会 倘若真要除名 会在除名前让郑文灿到党中央说明 把郑文灿接下来可能参与 2026、2028的路全部阻断 等于拔了郑文灿这两颗建立的虎牙 而我们看到 如果在这个一审有罪的话 他也会被除名 等于是郑文灿聚集了要被民进党来做流放 而民进党中央则表示 一切以联政会决定为主 行政院也不多做回应 如今郑文灿不再是自由之声 涉贪弊案 全贪在阳光之下 东森新闻罗金旗 有爱心中佩宇 综合报道